5月21日周二做一个A股的盘前分析 昨天指数走的实际是不错的 很多板块都出现了比较不错的上涨 但是也有一些不好的现象 你举说地产股是大幅调整了 另外几个热门板块的龙头也出现了大幅的下跌 另外多只股票被业绩问询了 也出现了盘中的大跌 最近这个情况大家还要真要防一防 虽然业绩暴完事了 但是问询这个也挺厉害 说明我们的制度在逐渐的完善 对于那些披露虚假信息的 那是一个警告 是好事但是我们要防止踩雷 这踩雷你要踩上了也没有办法 所以说个股交易一定要注意仓位的管控 风险的控制 这才是最关键的 那么说两句指数 指数到这个位置 我可以明确地说 我还是坚定地认为 这是一个日线的相对的高位的一个区域 虽然我们不能判断这个最高点在哪里 但是它现在日线的高点结构消失之后 昨天又再次形成了日线级别的 再次有钝画 实际这个钝画的级别还是蛮大的 同时当前我们看这个60分钟的钝画也是有的 这样的协调性好像是更好一些 是不是 那就要防止可能出现的单日阴线 如果出现单日阴线 大家要防备一下 我说的意思是啥呢 现在大家可以紧盯卖点 如果已经卖出了减掉仓位的 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再加回 如果说你要想加点 受不了大盘天天再上涨 那就加一些 有一些最近调整的板块 昨天有一些移动的迹象 那这个地方能不能出现那种形象 就上涨指数有些东西涨高的调整调整 回落回落 没有太大的调整 然后跌调整的板块出现了启动 然后往上涨 这样来讲 指数在这种横盘正当整理 然后消化去年八九月份的 七八月份的那样的压力 然后再寻求向上突破 这样的可能也是有的 我们就是在没有出现这个之前 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品种 你比如说你看一看其他的情况 你看深层指 按理来说这个地方 还是跟参论指数走得差不多 那你要看它 创业板就不太一样 是不是 然后你看这个 看科创板还是在低位 但创业板有一个不好 什么呢 这个创业板的龙头 龙头的老大 那个个股走势有点不舒服 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它对创业板影响还是蛮大的 就是以科创板有些东西为代表 都处身上涨回调 两个低点台上 如果一个阳线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这个阳线迟迟不出 如果把前面的低点打破了 这就不太舒服 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是要 一个是防止这些调整的板块启动 再有一个防止高位的东西回落 你比如说上涨的品种都要回落 创新高的都要小心 我是这个意思 我们简单分析几个板块 说明一些情况 那么有色出现了比较好的涨幅 收败盘大展 实际他自己有色是强级大级别的牛转 不是一天两天的航行感 但是他现在上涨之后再上涨再上涨 大家看这是第三波上涨了 而且实际他创出了收败加新高 日前有动化了 说你追涨要小心点 要紧盯卖点 我以为要紧盯卖点 他可能向上继续拓展空间 没有的你追涨要谨慎 还有这个煤炭 煤炭还好一点 因为他前两天没涨 是不是回落了几天又上涨 我估计煤炭可能还能往下拓展拓展 养殖像猪幼养鸡这方面走的确实强 强的东西你连续上涨之后要注意 连续上涨永远要注意是可能出现的卖点 而不是说继续追涨买入 这就不算追涨买入 叫追高买入 那么像昨天像云基算 他没出头受60线的压制 另外成交量放的不够大 他应该确认一下 英工智能出头多少好一点 电力就很难说了 因为电力的前期的涨幅也是够大 在这边能不能住一个比较复杂的 短期的头部呢 这也是有可能 所以在这边不确定 是不是 实际它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 趋势不明了 你就是再继续创新高 你这买也要多少小心点 是吧 我们再看几个下跌的 这个是证券板块 早晨出现了上涨 然后出现了回落 看它的日线是这样的 在日线走出这种震荡整理的走势 那这个平台它肯定要向上走 必须要向上走 所以说昨天那个动作不对劲 如果它要走出来 大幅上涨的走势 它可能带动指数往上再冲一冲 那情况就变了 另外昨天白酒 是不是出现了冲高回落 白酒跟证券走 差不多也是冲高回落 但它的整体的走势呢 这种走势呢 比中间要强一些 它是创基本创成新高之后 就开始回落 要特别防止这种冲高回落 你看这个 在长长上涨线的这种阳线 瞅得就特别不舒服 要防止它出现的调整 是不是 它是也是权重板块 要多少注意点 再看看房地产调的 昨天是最多的板块 当然它涨了这么多 调的也非常正常 调整完之后 我判断它这个机会还在 等它调整完之后再说吧 是不是 没准人今天就往上冲一冲 冲一冲也不是买点的 银行出现 高位出现这种仿存线 是一个风险警示的信号 可能在连续上涨之后 面临着一定的筹码松弄 我们暂时给它注意点 是不是 注意一下它紧静卖点 你看说现在 我看要说看短线看空 也是合理的 你看游戏就完全没有走出来 还有机器人 机器人假如说在这 直接上传一个阳线 就非常舒服了 很多下跌的板块都是这样的 你看 从2月初的上涨 然后回调 再反弹 再回调 出现一颗阳线 就出现比较好的位置 所以说我们就期待着 这样的一颗阳线出现 今天重点观察的 这些方向不是说那些高高在上的 是那些低位的品种能不能动 像这样的品种能不能动 有很多这样的品种 科技板块大部分是这样的 有些像创业板属于中间 主板高一些创业板是中间 反正分几个档次 说分几个高低的层次吧 大家注意点这个节奏就可以了 各种感觉呢 还是做两手的准备 低位的要防止它起涨 高位的要防止它回路 具体的我们10点20直播间再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